所以在这次的国际研讨会 我们将会公开一些怎样的秘密呢 唐密是一个系统 如果是我们把它完整修复回来 它应该分成三大组成部分 一个是这个修学唐密的基础部分 第二个呢就是唐密的这个中级部分 还有一个唐密的这个高级部分 要分成三个部分 所以是这次唐密这个研讨会呢 我们基本上是会公开一些 这个基础部分的一些修炼方法 那么这个里面包裹了一个读部密法 叫准提佛母法 所以我们请这个 咱们当今这个最著名的国学大使 南怀景先生的高祖 首预大和尚 这个他很发心 这次呢他这个 头一天晚上飞回来 做一个两个小时的报告 然后下午就飞回台湾了 因为他很棒 所以是他听说我们有这么多的这个信众呢 要来听这个准提佛母法 他专专飞过来 很让我们感动 那么这是一部很重要的唐密法 那么有一个了凡私讯 里面记载着原了凡的改造命运 把命运改变了 他原来没有儿子 后来也有儿子了 原来官到一个时候就不能再生了 结果他又生了 那么这些都是有赖于修准提佛母法 因为唐密的口号就是 所求习令满足 就是你求儿子 求孩子 有孩子 求富贵 有富贵 求事业顺利 有事业顺利 所以他一定要通过一些技术方法 才能使自己的命运 发生彻底的改变 所以这个 我们会请首预大和尚 给大家做一个准提佛母的报告 当然这个法要修下来要两天 所以后面我们在吉原成熟 再安排大家来修学这个方法 那么还有一部呢 就是孔雀明王经 那这个是咱们唐密中的 这个六经一论中的 很重要的一部经 那么这部经 它的殊胜在于 当时这个不空大士 在为这个唐朝 求语的时候 或者止语的时候 在宫廷中 作法所用的 那么这个孔雀明王经的修法 还有孔雀明王咒的这个首印 跟咒语 这次也会公开 我们请开声寺的这个主持 浙街法师来公开这部密法 那么这个 他会教给大家 在第一天的时间里面 就会教给大家 怎么去持练这个孔雀明王咒 那么还有呢 其他的方面 作为我本人 也会把一些大量的 以前大家没有注意到的 关于唐密中的一些 使用方法点出来 因为时间很短 所以我们不能直接教法 但是我们也准备了 就是说 事后我们可以 开一个唐密基础课程 给大家 那么因为这个课程 大概总时间需要 三十多个课程以上 才能够把这个唐密基础 完成的学到 所以这是一个大餐 会让大家耳目一新 那么当然我们也请的 开国员是李敬才先生 他介绍的是很独特的 很简单的这个印度语 那就是唐密的老祖宗 印度语 那么他是从印度的一个高僧 那个地方学到的 所以是这一次的 这个唐密国际研讨会 会让大家这个 真正的是有一种 这个豁然开朗 真正明白什么是佛命 什么是这个唐密 唐密为什么重要 所以是这个请大家关注 张院长可以跟我们了解一下 为什么要举办 孔雀冥王法会呢 这个孔雀冥王法会 当时这个开元三大事 在唐朝的时候 我们中国进入了这个开元盛世 就是中国有史以来 最文明最发达的时期 当然那个时候没有电视机了 也没有飞机 也没有汽车了 所谓这个文明发达 不仅仅是物质的 物质它们达到了一个高度 风衣足词 那么精神方面 它达到了我们中国前所未有的高度 这个高度在哪里 就是路不时宜 夜不避护 就是晚上没有人关门睡觉的 不需要 很安天 治安比我们新加坡现在还好 这个不用关门睡觉的 然后呢 路上掉了东西 钱包掉了 没人捡 不需要像我们现在好心人 还要捡的交给警察 那个不用捡 你放在那 谁丢了 谁自己回去找 还可以找得到 那路不时宜 那为什么 就是人们发现这个 原来一生可以成做佛 可以成菩萨 所以他们纷纷地去 修学佛菩萨的这个成做法 那么在这个成做法呢 道德是一个最基本的这个地基 所以说你必须是遵守道德 就是讲究人意理智性的基本五种德行 所以说自动的大家都去遵守这个道德 然后祈求一生成年 在这样的一个高度的追求下 所以说大家对世间的东西都不是那么争名独立的 并且自觉的自画自己 要求自己 自律自己 所以是当时中国达到了一个文明的即胜时代 叫开元圣事 这在历史上表现 那么德育什么呢 德育这个孔雀明王经 当时这个不空大师他们三大士用来护果的 就有一个人亡惠果经跟孔雀明王经 所以是孔雀明王经是让天地间 从天上到地上到鬼道众生 到这个我们说的一些狐狸精啊 蛇精这些大仙 那么还有大树神等等的 都他的名字都在孔雀明王经中 那么孔雀明王经的一个典型特点就是 让这个整个宇宙十法界和谐 就是各道之间不去争论 大家都和谐共处 共同的来完成各自的生命的进化 灵魂的升华 所以那个时候诸天拥护我们人类 那个山中的那个所谓的那些蛇精 狐狸精他不伤害人 他拥护人 保护人 那么还有诸神大树神 还有天龙八部诸神 他都下来拥护这个修法人 护持他们 做护法神 所以当时这个社会极端的和谐 就是不像我们今天 今天鬼恨人 人恨鬼 对不对 然后这个我们也恨动物 动物也恨人类 那么甚至是我们把山也劈了 把树也砍了 所以整个自然界都在对人类进行怨恨 反正人类太多大了 所以这个孔雀冥王经 在今天特别的使用 它上到了不是一个地球环保 它是宇宙环保 那么它上到了二十八重天的 诸天天 天王 天尊 天主 那么还有这个我们鬼神界 所有的实法界一切众生 都来共同拥护这个孔雀冥王经 并且它是弃佛所说经 并且将来的 尼勒菩萨降生人间的时候 也要用这个经 才能够使我们的人类 那么缩佛世界 变成精神 所以它十分殊胜 所以我们这次 特别的第二天举行一次 孔雀冥王大法会 孔雀冥王大法会会有什么样的殊胜呢 哇 这次真的很殊胜 可以这么说吧 这一次大法会是唐朝悟空大师之后 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之后 没有人再做过的一则超大法会 当年这么大规模的法会 只有在宫廷之中 皇宫中才能够做得成功 所以是像这样的这个盛会 我们任何一个人靠自己的力量 都难以使他聚足助援 那么这次不同 这次依赖于这个广大的信众的这个支持 他们愤愤地做功德主 那么来支持这次法会 说是这个法会会极大的圆满 那么所有参与者都会不需此行 然后会收获满满 那么一个主要的收获就是什么 就是所愿吸引满足 说是你希望有什么愿望 那么可以在这个法会中 用自己的心意跟诸佛托载出来 那么通常都是所求吸引满足 所求必得成功 所以这个我们以前有这个经验 所以它是十分殊胜 投资两天的时间 听四位重量级名师分享 让您终身受益 虽然票价是免费 但座位有限 请VOLA热线91573080 或上网报名www.ooss.sg 地点是在新加坡 Wubi Avenue 1 大牌343的对面草场 那我们也专门邀请 当今长命主题 台湾开城寺的住持 慈洁法师率领分团 重启千年前大唐神工的 孔雀冥王残城 与会者可乐捐个人50元 合家100元 公司200元 公德主500元以上 有益者请拨打91573080 或上网报名 www.ooss.sg 将长的两次 联系统